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要跟窃贼大斗法来比一比到底是道高一尺还是魔高隐障 军事 我们家有一本祖传的秘籍叫外食秘籍 讲的是专门开启天地乾坤心的口诀 仿佛武侠小说练功一般连开锁都需要密集 剧中主角想骗各种方式 就是为了打开一个流传四百多年的晋天宝侠 这是一只宝侠 这只宝侠 相传是高丽宣宗眼间 一位功夫绝顶的智所高人所作 一个毫不起眼的锁 却能锁住传宗接待的宝物 甚至深埋人心的惊人秘心 正因为不想让任何人情意开启 古代锁将和窃贼斗志 让一个个锁成了机关高神莫测 你要有一把锁 你不是只有 我想办法把它打开 我要把它锁起来 不是这么简单 它就是希望说 这个锁是我能够你不能够的 所以它里面当然就会有一些机构 会有锁的目的 所以就是不想让人家随便可以打开 你才能守护里面的宝贝 那所以就是说 它就是在工艺 在发展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有时候这些工匠 就是我们会发现 就是除了艺术的考量之外 这些工匠们也常常会 开点大家的玩笑 这锁挺有意思 没说口 我看看 侯府家那盒子似的 你打不开 就是这把锁 要翻六个步骤打开 四开锁 因为它可能要通过四道手去 才能够把这个锁头给它打开 那就是你光看锁体的外形 你完全找不到钥匙孔 然后你有一把钥匙在那边 那要怎么样打开这个锁 才能够钥匙要什么插进去呢 剧中出现的四开锁 就是机关锁当中的其中一项 不论您左翻右转 就是找不到钥匙孔 即使拿到钥匙也是白忙一场 不过有种锁 锁孔就大喇喇的摆在眼前 但却也让人无忌可施 这个定向锁或者迷宫锁 明明钥匙孔大大的 钥匙也在那边 但是呢 就怎么插也插不进去 这个有时候就 有时候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 咖喇喇就插进去 有时候呢 这个学机械的 像我很多好朋友 这个机械的教授 怎么插也插不进去 我自己都要串 每一次都要串 万灵还记得吗 这把怎么进去 他要先转一个角度 先进去 这个研究一下 拿到迷宫锁 真的犹如走进迷宫 让人摸不着头绪 不知从何下手 就连专家每一回开锁 都得试了再试 才能掌握其中诀窍 但这类的锁说穿了 就是掌握里头的黄片 只要能让钥匙进到孔里 将黄片挤压扣紧 就能开启朝思暮想的宝物 它在制作上面 它本来就要费比较多工时 然后就是说这个 费工时的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它要比较费钱 那就是说 所以就是说你 如果是有钱的人 大户人家 它希望锁一些 比较贵重的东西 它当然就会去定制一个 比较贵重的锁 这类的机关锁 从春秋时期 开始打开人们的视野 到了明清时期 更是到达巅峰 翻开古代锁具的历史桥桥 从将近五千个年头 养韶时期的木造构锁 到商朝青铜器大兴 锁具自然而然 也成了青铜锁 随着朝代更换 锁具材质也开始出现变化 渐渐的铁锁 铜锁 甚至银锁 到了繁荣的唐代 制锁工艺已经相当发达 唐朝开始有一些 我们所谓的 湖族的文化进来 所以就是说 显然对我们原来的这种 就是黄河流域的这个文化 就产生了一些新的刺激 所以我们在不论是 其实锁只是其中的一项 就是说其实全面性来看的时候 它整个艺术的 艺术史的发展上面 这个时期本来就开始有一些 比较异于以前的蓬勃的发展 铁的大量使用在汉朝 所以锁 铁锁在汉朝的量就大起来 那唐朝因为各方面都蛮精致 蛮发达的 所以各式各样的发起锁 都在唐朝 一纸小小的锁 不只看透历史变化 更看出锁匠的智慧 和当代的贫富差距 甚至只要从外观花样 就能略值一二 那方面锁又分两大类 一类就是广锁 大概都是长方体的 大概一般的老百姓在用 另外一类就是有花样叫花旗锁 就是很多样 这个大部分是有钱人家 这个达官贵人 为了彰显他的财富地位 请工匠设计出各式各样的花旗锁 他可能不满足于单一形式的样子的锁 那他就会开始去想想看说 因为他有一些艺术方面的 美学方面的考量 然后甚至他会用到贵重金属 来做这种花旗锁的东西 各式各样的形状 就是分类中所谓的花旗锁 不管是微妙微笑的十二生肖 或是当代的乐器生活用品 不过其中最流行的还是鱼的造型 鱼是那个六扇文化之一 人类因为足水草而居 古时候以来最容易就找到鱼当蛋白质 所以很多国家很多地区都有鱼文化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头 有很多跟鱼有相关的文化传承 那我们在那个汉代的枝田录里面 可以看到一则记载 就是他会写到说 门要必以鱼 取其不明目守夜之意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鱼呢 我们就它的生物性来看 它没有眼皮 所以他晚上睡觉的时候 完全眼睛没有闭起来 那没有闭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就像张飞的眼睛一样 始终打开来了 不管就夜更替 鱼始终能睁大双眼 老祖中的智慧取其意 希望鱼心所能守护家园 守护心爱的宝贝 不过令人纳闷的是 咒服夜初给人神秘阴森感觉的蝙蝠 也是古代人的最爱 它最特别的是有中国的文字 我想中国的文字是 跟西方很不一样的地方 它又是一种艺术的一个形式 然后它又有很多的含义在里面 它会用蝙蝠 例如说是五福临门 就是福来了或者是什么 就是这种比较 有一些含义在里面 或是礼要龙门 它可以升高官 或是赚大钱 或是长寿富贵 就是长命百岁 类似这一种 蝙蝠在中国以前 因为福跟福同音 也是有那个好的意味 所以就是我们在花旗所上面 可以看到各类不同形式的形状 其实都有它特定的 吉祥的意味在 取学音讨吉祥 甚至古代人还会将锁当成了许愿池 从锁体表面就能清楚看到 吉祥如意 无子登科的字样 甚至在科举制度下的 最深渴望状元吉地 它还可以代表当代的社会的期待 所以常常在这个锁体的表面 它会使刻 也就是说在上面刻上一些 期待的这个文字 比如说状元吉地 它沾这个药水 然后就是可以在金属上面 把它刻下这些花纹 古代的锁具 它有些是有阶级的 不是一般人能够用的 仔细瞧瞧广锁的锁孔 不能看出一些中文字样 这些中文代表的不只技术 还有当时的阶级分明 我们就是一个一字型 最简单的 那这个是老百姓用的 一般老百姓 也有四字型 这个是世代夫用的 也有极字型 这个是达官贵人用的 不能随便用 它是有阶级的 我们一般讲到说世代夫 或者是说比较已经有关接的人 它就是会用稍微复杂一点点 然后就是我们想想看说 一把钥匙上面 要打一个四字型的这个 这个形状出来再插进去 它的工法就比较困难一些 怎么还不请进来 给姑奶奶请安 对《红龙梦》做研究 我们会看到一些画片 或者是说我们在戏剧的表演上面 我们每次会看到 这个王熙凤一出场的时候 叮叮咚咚的 有这个叮咚咚咚的声音 她的手上会拿着一串什么 一大串钥匙 可以拿着一大把钥匙 在这个家里头游走的 这一个女人 就是家里面最有权力的 女人的一个象征 古代所具 背后隐藏身后寒意 还有一种所赋予她的是 满满的祝福 有一些锁它可能不是真的要去锁 然后要去防人家的 譬如说我们说的是百家锁 像这种锁它其实意义 是象征的意义 就是百家都来祝福 古代的百家锁 就像是现在小孩满月 亲朋好友会打锁片赠送一样 将大家的祝福牢牢锁进里头 古时候医疗卫生水平不是很高 所以小孩子生出来之后 有时候会没办法存活很久 就为了消灾祈福 希望这个小孩子能够长命百岁 他就跟附近的百户人家募款 然后拿来的钱就去做一把锁 那比较穷人家就做这个铁锁铜锁 那比较有钱的就做比较精致的 把人的福气锁住 然后让它可以 我们就是说我们在上面 也写上吉祥自语的时候 这个东西可以锁住人的福气 然后让它可以好好的去保存 同样意思的还有这个首饰锁 上头雕刻着精细的祥诗 象征能够消灾解恶 首饰锁它其实是会搭配一条项链 挂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 或者是这个女士的身上 它就当现在的项链 因为小孩子希望他能够长命百岁 身体健康 那挂这样的首饰锁 还是有这个消灾祈福的功能 往往看到锁剧总是会想着 里头藏的究竟是什么秘密 或是什么宝物 防君子不防小人 有多少锁剧因此遭到破坏 残缺不全 但我们是否忽略了 锁剧扮演的历史角色 它不只见证每朝每代的艺术工艺 或许也默默守护着 所在里头那个古代人的回忆 所以其实下我们要带大家来看 另外一种充满巧思的设计香炉 一般在台湾只有在庙宇才会看得见香炉 主要是让信众插香用的 但是其实在古代 香炉就是放置熏香剂的容器 可以营造室内愉悦的气氛 香炉的设计还有什么样的机关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